吴妮娜 吴妮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一开始呢 带您来关心物料提升花莲数位观光的发展 经济部中小级新创企业署在花莲举办了 花莲观光数位旅盟论坛的交流会 也邀请到了相关学系的教授 将近有百家的旅宿 餐饮以及观光服务业者齐聚一堂 那么县长徐真卫受邀出席来参与产观学的对谈 共同来讨论如何运用数位的工具 让花莲的观光与经济是进一步的提升 数位化时代来临 各行各业透过数位平台扩大业务推广已经是现在趋势 为了让小规模店家也可以加入数位网络 经济部中小级新创企业署委托科技公司 推动花莲观光数位旅盟计划 11月28号在花莲举办了论坛交流会 这个数位观光计划主要就是针对小微企业去做这个创新 就是一个小微企业然后去做一个数位转型 要推广给国外的人来的旅客来花莲旅游之前 我们是不是要先数位化 因为数位化举例来说数位化之后 它有一些是多国语言 它才能看到一些讯息 然后再来就是下定的时候 未来下定的时候 它国外的旅客它可能就可以在 就是在国外它就可以先去做预约 或者是做定位这样子 那这些都是数位这些都是一些数位的小工具 那所以我们今年是希望说能够先把基础打好 打好之后呢大家形成一个联盟 那联盟的意思是因为这些都是小微业者 彼此的这个资源如果能够整合在一起的话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大资源 那这个大资源的话 大家就可以共同行销 然后共同曝光 那等到这个旅盟成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跟外面的任何的这个活动合作 合作完之后呢 他们就会被曝光了 被曝光的话就可以让世界看到 这项计划执行六个月以来 已经有130家业者加入 并且透过各自的网站设计 连结旅盟平台 达到降成本增收入的目标 那透过这个计划 其实我们慢慢的在协助我们公司 把过去都是用靠电话能力联络的部分 一一的把它建置在一个平台上面 我们加入到现在六个月了 还没有完全建完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 公司在慢慢做数位转型的一小段 所以你觉得会抉择很多的成本是吗 我觉得效率会提高 然后人力成本真的是会降低 花莲县长徐真卫亲自到厂和厂观学 共同讨论如何运用数位工具 让花莲的观光经济进一步提升 现在开始大家都是 未来Chap GPT会越来越风湿 那如何让我们的店家 不断的不断的在社群 社群里面被搜寻到 被看到不断的不断的 这就是需要大家 自己的店家不断的把自己的讯息 抠上去 让它不断的被堆叠起来 我们在从事各个行业的时候 必须要去努力去精进 可以跟得上现在资讯化的目标在中 因为现在的旅游已经不像是以前 团客大家都已经安排好的 现在很多拿着手机拿着背包 开着车就走了 自由行欧美的客人更是如此 所以我们现在县政府要做的是 开始对于我们国际化的都会 开始在做 花莲观光数位旅盟论坛交流会 首先由花莲县政府和花莲施工所 观光局处首长和数位观光学系的教授 与现场的旅宿餐饮观光业者 展开一场产观学的对谈 随后是经验交流会 由完成数位登陆的业者 分享他们的执行成效和推广成果 而活动现场还有成果展示品 让出席者可以到各摊位 了解业者的数位供好成果 也希望可以有更多业者加入 数位旅盟行列 共创花莲观光与经济发展 借旅会欢迎视报导